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 Bala Devotion 12月20日的時間 我做了兩天 最主要是花時間研究終審法院的案件 看很多的報道 看有關的條文 反思自己為何會生氣 另外就是聖經的依據是甚麼 說到聖經的依據的時候 可能純粹是一個借鏡多過 聖經就是這樣說 你要這樣做 譬如普選和選擇時 有很多的規格上 或者是實際上 背景上有超大的不同 但同樣是一個資源爭拗的問題 同樣是透過 需要任然選能來改變事實 以及不和諧的氣氛 這是我覺得是共通的 另外一件事是 我會覺得 不是每次都要政治充立 這是港英政府 正民地時代 訓練每一個香港人 都需要這樣做 令到社會很來很去 不要這麼多 question 但是 你看到歷世歷代 很多先知 都會去批判整個社會 建制各方面的事情 有甚麼不平不公義的事情 他都會去歷世 可能有些先知 他是皇室的先知 政治入行很明顯是保皇的 另外有些先知 很明顯是反抗政府的 其實是 整個光譜裡面 大家有不同的立場 去跟從神 去歷世 去在當中做事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那大家有 disagree 的地方 亦都不出奇 不需要說一定要統一戰線 先為止一個合一的教會 Anyway 花了些時間去這樣做的時候 就 skip 了毛去分享 靈修分享 我覺得都很重要的 Execution 去關心社會 去歷收 以及去看到 神在我們的世界裡 所說的說話 所有的作為 不單止是聖經 而是現在仍然這樣做 這個practice 無論practice 有些正確 有些不正確的地方 或者未必理解到全部的事實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值得花時間和功夫做的 不單止是我 也鼓勵每個弟兄姊妹這樣做 Anyway 講了3分鐘時間 今天講啟示錄 第15章 這個簡單的 你會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他又出現了異象 有7位的天使 有7個災害 就是神活後的7個災害 7個災害 我們現在看到有7個災害 然後有7個災害 7個災害 7個災害 裏面有3個災害 1個是2個見證人 最後被提升天 2個是黃蟲災害 3個是七頭十角的龍獸 和另一個地上的災害 之後我們看到有6位 7位的天使 他講到 即是把這個世界上的人 分開做有神的印記 或者是有獸的印記 那他們的結局 那個是修割 最後這裏就講到有7個災害 上次也提出一個爭議 就是究竟是一個對稱的結構 還是一個in sequence 慢慢越來越高潮的一個結構 暫時我未去講過定案是什麼 但是保留著這兩樣東西的時候 讓我們一個更闊的角度 來去看和認識段經文 我覺得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裏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講到那7個災害的細節 至少15章沒有講到 然後他就說 彷彿看到有玻璃海有火災集 然後就勝過這個獸和獸的象 以及他名字數目的人 你看到這裏更加肯定 那個666或者616 似乎是說一些人 就不是說那個記號 或者是barcode那些 就未必成立的 然後都拿著站在玻璃海那裏 就神的琴 然後他就唱歌 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 如果你記得的話 摩西的歌就是他過紅海的時候 戰勝了不單是紅海 戰勝了法老的軍兵 那種代表神的選民 完全的得勝 假如我們跟從 那個邀惡阿神 那個拯救的主 甚至乎有勇氣 來走過一個 不可能會分開的紅海的話 那麼我們 即是會得勝 然後 即是說進入的 主要 誰敢不貴為你 不張榮要歸於你 因為你獨有理系性 然後他就說 再一次說到 天上的電開了 那麼 這個是 十一章 那時候 就說到電開了 那麼他就十五章 重複 那麼 OK 然後他就說 那個七災的七個天使 就著著白袍走出來 那麼 然後他就有七個碗給那七個天使 他就來到他 在人間裏面 降災 那麼 說了很多 似乎很重複的說話 那麼 就不再重複 那麼我今天再看另一個角度 那麼你會看到 似乎在那個 熟靈爭戰裡面 打到狠狠聲 那麼 那麼 究竟我們信徒那個 重點是什麼呢 是不是代表我們每一次都去抗爭呢 或者是所謂 之前有個討論就是公民抗命 是不是 一些違反信仰立場 和生命立場的 我們就可以奮起來抗爭了 你看到聖經 至少啟述裡面 給到我們的答案 是 反而就是 一些 違反信仰 或者違反生命的東西 我們就 處於一個不抗爭的 立場 在一些不公義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去指責 我們去抗爭 但是在信仰和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 反而我們不抗爭 我們所做的 唯有是 我們不合作 就像甘地這樣說 另外我們不合作之外 我們是來堅持 主耶穌是真的 同一時間我們說 我們繼續 持守 主耶穌的教導 做回一個基督徒 在生活當中 就不是公然走出來反對政府 當我們遇到 BIG BLOCK的時候 十一章裡面說到 我們可以逃避的 我們可以離開 走出去 我們不一定說 一定要可以走 而送進去 那個鬥牛場 那 是OK 但是你看到 我們 即是 啟述裡面提醒我們幾樣 就是 我們 我們 靠神 即是 神祂會最終施行審判 我們不是要 我們不是要 推翻整個政府 我們 只需要 堅持 這個 我看到 在整個啟示屋 到目前來說 都是 提醒信徒的一個訊息 正如 他這裡提到 摩西的歌 高揚的歌 摩西他 領導 以色列人 是他們 聲稱他們 聲稱他們 被核管 被圍奴 做苦工 各方面的事情 但他們是 逃離 他們沒有去 揮返法老 最後 是神的作為 拯救了他們 高揚 主耶穌基督 他沒有帶領 以色列人 去 十幾萬人 去 推翻 羅馬政府 他沒有這樣做 但他堅持 承認 怎樣的一個信仰 怎樣去跟從 主耶穌華 怎樣去 持守律法 才是正確的 以至到 他最後被推上十字架 他沒有 Flyback 同樣的 來離世 所以 對我們來說 那個認識 希望 大家看到 那幅圖畫 什麼為止 是 屬靈爭戰 什麼為止 刺手 的信仰 希望 看得清楚 以至到 我們 看到 一波 又有一波 似乎 完了 似乎得勝 又未得勝 再來一個更大的災禍 的同事 我們 懂得怎樣來自處 那麼 聖經裡面提醒 主耶穌說 當不法的事前 增多的時候 很多人的愛心 就漸漸冷淡 但是 約翰似乎就是 根據這個 越來越多的問題 越來越多的不義 越來越多受的權勢 似乎越來越得勝的時候 呀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同一時間 真是 我們的愛心 不需要去漸漸減退 因為我們看到 同一時間 神的能力 仍然在這裏 我們仍然可以盼望 有朝一日可以唱出 神歌的海歌 多謝大家收聽 Bilibala Bible Box